孟元谦202年 经过多年的楚汉之争后 刘邦终于打败了项羽 统一全国建立了西汉 在刘邦的统一大业中 除自己的才能外 更是要倚众仗下 跟随他南征北战的各位大将 而这其中 韩信当属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在短短数年军事生涯中 他为刘邦打败了一个个强敌 只可惜韩信最后的结局却很惨 韩信出身平民 因上面无人举荐 所以没办法当官 但在秦末这个乱世 一切皆有可能 随着陈胜吾广揭竿而起 全国各地纷纷响应 韩信也投奔了向梁 后来向梁在定陶战死 韩信转投到项羽帐下 但同样也没有混出一个样子 为此 韩信深知在项羽这里没有好的发展 后在夏侯英的举荐下投奔刘邦 但依旧没有受到重用 直到萧和的出现 才改变了他的命运 在萧和的帮助下 韩信直接从一个小官成为 统领千军万马的大将 有了施展才华的舞台 不得不说 韩信的军事能力十分强 为刘邦一统天下立下汉马功劳 但与此同时 韩信的内心也开始膨胀 韩信打败齐果后竟然主动伸手要求 让刘邦封他为齐王 刘邦很愤怒 本想灭了韩信 但为了大局 最后只能答应 但两人也自此出现了隔阂 且越来越大 刘邦撑地后 有人向他密告 韩信要谋反 刘邦马上派人将韩信逮捕 韩信大骂刘邦过河拆桥 这让刘邦十分愤怒 考虑到这是诬告 最后将韩信贬为怀音口 此举引起韩信的不满 心中萌生了自立为王的想法 他和陈希联手准备齐事 尽管计划周密 但还是被人告发 为将韩信逮捕 萧和出演献策 最后被吕后刺死在常乐宫中 一代兵仙自此结束了一生 终年35岁 纵观韩信的一生 虽骁勇善战 但由于情商太低 不懂得政治 最终落得一个凄凉的下场 真是臣也萧和 败也萧和